好的,由于电力短缺,还有就是一个新订单放魂,所以也导致一个制造业指数有一个回落,不过目前还是处于一个扩张期,所以我相信经济虽然有一个增长有一个放缓,但是整体来讲也是维持一个增长的状态。 另外呢,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内地的一个通胀压力持续的上涨,但是呢,目前政府也可以透过一个上调利率,上调存款准备机,还有让人民币加速升值三方面去压抑这个输入性通胀,还有就是内地一个本身自己的一个通胀压力。 我觉得在今年度,经济应该可以维持在8%的情况增长,然后通胀有可能徘徊在5%左右,整体来讲其实以我们内地经济状况,那个5%的一个通胀压力不算是太高, 所以有可能就是今年度达到一个平衡通胀,还有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状况,所以我相信目前还没有面对一个大的风险,而且经济应该不会硬着陆。